这是一家特殊的工厂 生产特殊的蚊子 它们生出来不是丁人吸血的 而是消灭蚊子的 走进科学带您探秘蜊蚊工厂 它个头不大 却盯人吸血 引起人们身体的不适 它还传播多种疾病 没错 它就是蚊子 全世界对人伤害致命最多的动物是蚊子 每年杀人最多的动物是蚊子 为了防止被蚊子叮咬 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去消灭它们 物理的 化学的 凡是能想到的灭蚊方法 人们总会拿来尝试 然而对付蚊子绝对不会那么轻松 像灭蚊子 我们喷药或者是点蚊香 其实都是我们去找蚊子 但是蚊子它可能比我们更加聪明 它会知道怎样去找它的一个 更隐秘的一个栖息点 广州市南沙区的沙仔岛 就是一个饱受蚊子困扰的地方 老梁家的蚊灾尤其严重 蚊子在它干活的时候出现 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出现 在睡觉的时候更是猖獗 老梁分析这跟沙仔岛的地理位置有关 沙仔岛在广东省广州市的南沙区 面积不大 只有三平方千米 但却有着长达十千米的水岸线 就是这么一个人口相对集中 环境比较封闭的地方 大家每年还是为如何消灭蚊子而犯愁 老梁家对付蚊子的方法 就是喷药和点蚊香 感觉有不好处的味道 尽管沙仔岛远离城市 但这里的蚊子却是远近出了名 去过那里的人都深有体会 就是喷那个防蚊液 然后贴那个防蚊贴 但是走在路上还是会被钉 其实也挺怕的 因为毕竟也会有灯隔热的传染 像上年广州的话 它其实那个发病率还是蛮高的 就是这样一个蚊子众多的地方 一支队伍却来这里 继续增加蚊子的数量 三轮车上大桶小桶里装着的 都是蚊子 这不禁让人担心起来 越来越多的蚊子 会让生活在这个小岛上的人们 面临蚊灾 蚊子可能这么多 为什么还要来放蚊子 西志勇就是这批 被释放蚊子的养殖者 贪其养蚊子 放蚊子 他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的蚊子其实就是一种杀虫剂 这是你们大家都熟悉了 那个化学杀虫剂在喷杀的 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我们放出去的 最终的结果也就是蚊子没了 就是这样一个杀虫剂的一个效果 老梁带着好奇 把手伸进装蚊子的铜链 这里面装的都是经常叮咬他们的花蚊子 就是传播灯格热的白纹衣纹 让他和小孙子感到惊讶的是 这些可怕的花蚊子竟然不盯人 这是怎样一群特殊的蚊子 它有什么本领能消灭沙崽岛上的蚊子呢 带着这些疑问 走进科学栏目记者 走进这座世界上最大的蚊子生产工厂 一探究竟 笼子里养着的就是投放沙崽岛的蚊子 它们正在吸食着棉花上的糖水 它们就是白纹衣纹 那世界上不是所有的蚊子都吸血了 我们知道就是只有那个瓷蚊子 或者叫母蚊子 它为了生殖下一代 它必须吸血 这是我们用高速摄像机拍摄到的瓷蚊吸血画面 可以看到当瓷蚊用触角探测到目标之后 就开始长长的口气伸进皮肤 它的肚子瞬间就鼓了起来 让人还没有意识到被叮咬 就快速飞走了 这速度让人望尘莫及 就算敏感的人 一时它也已经吃饱喝足了 科学家发现 就算盯人之前 蚊子没有叮咬过登革热病人 但是只要它携带登革热病毒 被叮咬的人就有可能会传染上登革热 它除了这个传播人 它还可以通过它产卵 然后传给下一代 这就是我们叫做垂直传播 也就是一种精卵传递 跟着病毒就是成为一个共生的状态 据估计全球每年约有50万人 因患重症登革热需要住院治疗 约有2.5%的感染者会死亡 迄今为止 人们没有针对性药物 没有疫苗 这几年的登革热在我们国家是不断的来有新的爆发 特别是2014年在我们国家造成了比较大的爆发 像在广东 就是产生了将近4万里 为了预防登革热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消灭蚊子 但是聪明的蚊子总能找到生存的空间 小型积水甚至废旧轮胎都能成为他们的家 人类的活动无形之中在为他们创造生存条件 分工明确的流水线 科学严谨的制造方式 这些蚊子是被生产出来的特殊种群 灭蚊大战在即 请继续收看探秘灭蚊工厂 蚊子工厂生产的蚊子到底有什么魔力 能消灭沙仔岛的蚊子呢 工厂的第一个车间就相当于医院的检验科 让我们看看这批蚊子有什么特殊之处 蚊子正在被解剖处理 我们发现他们体内存在一种特殊的物质 就是乌尔巴克尸体 它是一种细菌 希致勇和他的团队发现 携带这种细菌的白纹伊纹 竟然能够阻挡登格勒病毒的袭击 这个东西跟疫苗真有点像 毕竟疫苗是这个先天性免疫 这给大家一个启示 白纹伊纹只要携带足够的这种特殊细菌 就能够获得登格勒病毒的天然免疫 而且这种抗病毒能力 在磁蚊生下的后代中会继续遗传下去 这就像是一个灭蚊部队 在逐渐消灭沙仔岛上的蚊子 替换成抗登格勒的种群 登格勒将不会困扰当地居民 你要形成这个种群替换 你可以像别人有些国家这么做的 它也不做压制 它直接放 把你当地的那个居民的蚊子增加50% 而且是刺蚊 这个我不太喜欢这样的一个侧业 因为你会把这个技术搞得人家反对 很早地把我这个技术给扼杀掉 一般而言 熊蚊子有一对刷状的触角 它的口气有很多分叉 只能让它成为素食主义者 吸食植物汁液 而瓷蚊子单一而朔长的口气 除了吸食植物汁液之外 在繁殖期间 为了补充蛋白质 它需要吸食血液 投放瓷蚊可以快速更换当地蚊子种类 但是会引起当地人的反感 因为抗登革热病毒的瓷蚊 还是会叮人吸血 然而投放雄蚊不仅不叮人 却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人们发现 抗登革热病毒的雄蚊 与自然界中瓷蚊交配后 竟然不会再孵出后代 有人信念地把它称为绝育蚊子 这也正是老梁把手伸进蚊蚊产下 没有孵化能力的卵 不使用沙虫剂 就能让沙仔岛的蚊子数量下降 这是理想的灭蚊方法 这将是一支特殊的灭蚊部队 怎样造出第一支携带特殊细菌的肿蚊 才是生产蚊子的第一步 主要是因为那个卵比较小 然后那个针头的话 而且需要就是特别制作 所以那个有时候注射的话 容易会把卵损伤 所以它的难度比较大 显微镜剥片上 有一串串密密麻麻的小黑点 这是蚊子的卵 因为是微距拍摄 你不能想象这卵有多小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二十万个卵的质量才有一克 这是一根实阴针 直径是一毫米 它的针尖是比头发丝还细 但是它是实心的 我需要一台 在一台以上才能把它打通用来做注射 磨针是个精细活 要把直径一毫米的原实阴针 磨出通气的针尖 让它不伤害卵就能工作 是需要相当多的经验的 这看起来 只有小小的一搓 却有五十支纹卵 梁永康要用这根肠而尖的注射针管 把特殊细菌组装到蚊子的卵内 每一次注射只能一个卵 为了方便注射 梁永康用细毛笔把蚊卵排列整齐 这一切需要在显微镜下操作 这好比一枚鸡蛋 不同的位置含有决定未来发育方向的不同成分 比如头部总是在鸡蛋这个部位出现 而要在蚊子胚胎发育早期 在特殊时间点精确地把特殊细菌注射到 未来发育成生殖器的特殊部位 这是一个技术活 梁永康也因此成为 这个团队中掌握核心技术的工程师 不是每一次注射都有成效 建立共生 并非简单地让细菌感染另一个生物体 它需要的是两个生物形成稳定的共生关系 人们通过对它们进行体检发现 经过注射的卵发育后 并不是都能够与细菌友好相处 失败太多了 总是注射的药命后来啥都没有 但是我们有一点我们经常用来鼓励大家 我只要一个也不要多 你只要有一个次我啥都够了 梁永康每天的工作 都是在精细和周而复始中开始和结束 最后你的一天能注射几个 应该一天的话 两三百个吧 两千个注射过的卵 终于有一只成功繁殖了同种类型的后代 这相当于有了一粒种子 只要有足够多的种子 就可以大量生产蚊子用来释放 西智勇制造的灭蚊部队 马上要投入灭蚊战争了 他计划向沙仔岛持续投放不盯人的熊蚊子 让他们给当地瓷蚊创造绝育的机会 让蚊子数量先降下来 蚊子的瓷熊可以通过目测去区分 然而实验室需要大量筛选熊蚊 瓷熊分离是一个技术难题 蚊子的一生要经过卵 幼虫 蛹 和成虫四个阶段 对于白蚊一蚊来说 卵和幼虫时期瓷熊区分不大 这样的流水线 每个技术员按照每天工作五个小时计算 能分离七万多只熊蚊的蛹 不久蛹就破壳语化成熊蚊了 它们被装在特殊的蚊笼内 养尊处优地过着舒服日子 棉花里存着糖水 这是素食的熊蚊最爱吃的美食 两天之后 他们就要被投放到沙仔岛 寻找当地瓷纹交配去了 钱伟是野外投放的总负责人 选择什么样的投放点是他决定的 我们刚开始的释放呢 以为是只要找一个它舒服的CCD把它放掉 然后那个就是熊蚊 他们自己会去找瓷纹交配 这样我们就是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以后 发现这样不行 因为它熊蚊啊 待在那个地方 它不轻易的就是往往扩散 白纹一纹最长的飞行距离不过百米 只能与有限范围内的瓷纹交配 然而释放的效果并不明显 钱伟决定要增加投放点了 三轮车上装满了桶 里面都是带有抗灯格热病毒的熊蚊 他们要被投放到沙仔岛的各个角落 寻找瓷纹 走进科学栏目记者 也参与了这次熊蚊释放活动 你就把这个罐子打开 就这样 它就会 它就自己会飞出去 我看文章还是找你 不是 它会靠近人 但是它就是会扩散在它的吸吸体 这是一个它的非常舒服的一个吸吸体 你看这文章还是围着你转 这是什么道理 这是因为它是要寻求这个交配的优势 因为瓷纹它是要寻找血缘 那我们人是一个非常好的血缘 那那个熊蚊它为了争夺交配权 它会围绕这个人 等待着这个瓷纹的到来 它有没有蚊子来盯你 我们来经常到这里来找瓷纹是被盯的 但是现在这块地方压制的效果非常好 已经是很少的瓷纹 来 我再放第二笼 飞吧 如果顺利的话 他们将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找到当地瓷纹交配 这是熊蚊生命中最活跃的一段时光 瓷纹不会想到会被这批特殊的熊蚊算计 他们将不会再有后代 工作人员也在老梁家的院子里释放了熊蚊 饱受蚊灾的老梁家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变化 现在感觉有小瓷纹还有 但是它不咬人了 发瓷纹也小了 很少见了 这是一个好消息 这标志着用抗登革热病毒的熊蚊去给当地瓷纹绝育的规划是可行的 三平方千米的沙仔岛上放置了很多诱卵器 成纹诱补器 他们是锡制勇团队用来监测释放控制效果的武器 相当于灭文大战中的实地战况数据 实验室每周都要抽样去给他们做体检 我们从野外采集来的60多个蚊子 我们通过这样的方法来知道有多少携带我们的工程品 多少是不携带的 不携带的就是野生的蚊子 通过这样的方法 我们就知道我们释放的蚊子在野外所占的比例 是否已经数量达到足够程度来获得这个交配的优先权 从检测的结果来看 投放的抗登革热病毒的熊蚊 从数量上已经占据优势 明显高于野外熊蚊的数量 一切的状况 看来是跟我们理论上设计的一模一样 而且早期它那个蚊子的可能数量也不多 所以说我们比较容易 我们的生产能力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那样一个比例 进入五月底 广东阴雨的天起来了 没有想到更大的暴雨接踵而至 实地战况数据显示 当地的蚊子数量竟然越来越多 在灭蚊大战中 敌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这让希致勇的灭蚊计划遇到了阻力 这些没有携带抗登革热病毒的蚊子 到底来自哪里 我们认为这个增加是那个前两年的卵的库层 在这个库层在它自然中的这个卵 都在这个一个时间点被爆发出来了 原来白纹衣纹的卵有很强的生命力 卵只有在湿度温度合适的条件下才会孵化 在没有适宜条件的时候 他们会选择进入休眠状态保护自己 一旦条件成熟 他们就会破壳而出 就是连日的暴雨 人工器具给蚊子卵提供了滋生环境 这给了希致勇团队一个压力 他们需要扩大生产力 生产更多的雄蚊投放沙灾岛 从原来的每周生产20多万只蚊子 提高到每周50多万只 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蚊子加工厂 这么大的养殖规模 增加瓷纹的繁殖力是最重要的 血液制品是必须的食物 这个像保鲜膜一样的薄膜 在人体温度的作用下 继续拉伸变薄 把它包裹在铁板上 注入羊血封闭 就制成了瓷纹的食物 本来是可以用了牛血和猪血的 但是因为猪和牛的传染病比较多 所以羊的话相当于好一点 你就健康一点 所以就用了羊血 涂了羊血的铁板温度较低 人们还要包裹上一层暖水带升温 血板放到了纹笼上 就算隔着蚊帐 瓷纹敏锐的嗅觉也能立刻发现食物 它们开始行动了 瓷纹每次产卵的前提是吸一次血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蚊子生产工厂 美龙有瓷纹三千只 雄纹一千只 这是最好的搭配 可以看到雄纹和瓷纹已经愉快地交配了 理想条件下 一只瓷纹吸一次血可产上百个卵 在实验室里一般吸血三次 一只瓷纹可以产生近三百个卵 这样的翼龙蚊子可以产大概五万只卵 前方战报显示 目前沙宰岛局部的压制效果已经超过百分之九十 放飞的雄纹已经在战斗中占据了主动 然而西之勇的计划却要发生改变了 下一步它要释放带有抗登格热病毒的瓷纹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蚊子和人两种生物能和平共处 我们是希望把它控制住 不让它来危害人 把它对人危害这一步去除 没有消灭一个物种永远不是我们的目标 而且从某种角度上也是不科学的 一个可能也没必要的 按照投放抗登格热的瓷纹计划 沙宰岛上的蚊子将会被彻底改良 原来传播登格热的蚊子将被抗登格热病毒的蚊子取代 要投放瓷纹 以蚊灭蚊计划的支持者老梁开始有了担心 释放的蚊子虽然不会再传播登格热 但是它的体内毕竟存在着细菌 人被瓷纹叮咬后会不会又出现别的问题 沃尔巴克斯体从某种角度上来讲的话 在某些昆虫里面它可以使得昆虫更健康 估计是大概65%的昆虫都天然携带着沃尔巴克斯体 对人都没有问题 而且好多都是异虫 它也携带着沃尔巴克斯像蜜蜂 蚊子与蚊子的战斗胜负已不再重要 如果沙仔岛以蚊治蚊的科研项目成功 接下来科研小组要在更多 饱受登格热疾病困扰的地方去推行 灭蚊不是目的 让蚊子不再传播疾病 与人类和平共处 自然界物种平衡 才是良好生态环境的保障 这是一场看似不公平的竞争 这一场看似不公平的竞争